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动画演示上已经可以看到二级开机了 对 二级二次点火已经顺利的完成 目前正在进行二次工作段 进一步把火箭的速度和高度进行抬高和加快 等它结束二级点火的时候 它的速度应该达到10.9公里每秒 接近第二宇宙速度 对 以那个速度就向月球奔去了 就进入到地月转移轨道了 对 这样的地月转移轨道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火箭的能力 使得我们能够进入这个轨道的探测器的重量最大化 就是您刚才讲到的霍曼转移轨道 对 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演播室也随着火箭的发射飞起来了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太空当中 我们镜头的前方就是地球 此时此刻呢 长征五号火箭正带着长额六号从地球奔向月球 好 现在我们看到月球正向着我们迎面而来 在我们的面前缓缓地转动 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一个虚拟的呈现 实际上我们的长五火箭正带着探测器飞向月球 但是现在距离月球还是非常遥远的 对 火箭只是我们的从这个接力跑的第一棒 后面顺利地到达这个交搬点之后 把器件分离 后面就要交给我们的长额六号探测器 独自地去完成它后面的众多的这些旅程里边了 火箭只是第一棒 但是这第一棒是不是能够到位非常重要 是的 我们火箭的使命就是要把它送到一个约定好的时间地点 然后速度满足要求 越精确越好 对 后面就交给探测器了 所以我们在给火箭下任务的时候是两句话 第一句话是准时发射 第二句话是准确入轨 那今天看来的话是用了首选的窗口 是的 就是17点27分 这就是一个首选的窗口 对 准时发射已经做到了 准确入轨也有很好的基础了 接下来还要等二次关机 然后最后是器件分离 对 我们下一个关键动作就是火箭的二次关机 然后中间还有一个没速修正的环节 就是在主发动机关闭之后 我们还会对火箭的速度和姿态 做一个小幅度的修正 调整之后在我们完成分离动作 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二级发动机舱 就可以看到两台轻氧发动机 我们的喷管 已经稍活了 75D 对 液发75D 这是咱们的B10的膨胀循环轻氧发动机 它也是我们国家目前比较先进的一款上面级的发动机 它的比冲是最高的 可以看到它在喷火 但这个火焰跟刚才的几台发动机喷出来的火焰又不一样 是的 因为75D的推力相比来讲还是比较小的 因为它只有九吨级的推力 跟我们基础级起飞的发动机还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火箭不同的模块需要的发动机的性能是不一样的 对于基础级就是助推契合一级来说 希望推力能够尽量的大一些 能够快速的把我们这个几百吨的火箭推离地球 那么对于上面级的发动机来说呢 我们希望它的比冲能大一些 通俗地说就是能够更加省油一点 能够把我们的载荷推得更高更远 我看有网友提了个问题说 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一个设计 就是有新一级新二级 然后新一级关机之后新二级点火 然后还要在二级关机滑行再点火 那为什么不干脆就是新一级直接就把我们的载荷送到轨道呢 对于我们火箭设计来讲的话 我们有一个多级火箭的这个概念 因为我们第一级火箭工作结束之后 它的储箱和结构实际上是一个不产生推力的装置 那么我们希望能够把它分离掉 这样相当于是我们轻装上阵 把我们之前那一级的包袱甩掉 我们整个后面的这个效率会更高一点 但是呢 级数多了以后 整个的分离环节也会更多 所以长征五号在设计的时候 我们打高轨任务 我们采用了两级半的这个状态 实际上达到了三级的这个效果 因为我们让一级火箭飞的时间久一点 这样的话我们只有两个关键的这个分离环节 一个是助推器分离 一个是一二级分离 那么最后才是我们的火箭和载荷的分离 现在我们看到飞行时已经是来到了2000秒左右了 二次关机大概会是在什么时候 大概在2200秒左右 二级二次关机 我们可以来期待一下 二级二次关机之后 很快就会进行默速修正 对 然后再器件分离 对 因为默速修正实际上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动作 我们这么大推力的一个火箭 在把载荷送到了目的地之后 我们还要看看我们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姿态 我们的速度还有没有偏差 最后呢 通过我们的一些小推力的发动机 最后对我们的速度进行修正 对于姿态也进行一个调整 满足培总体力 二级二次关机 我们可以看到二级已经关机了 好 二级二次关机 这个二级开机它是调高了远地点 因为它的发动机推力大 调的就不够准 所以要通过末级的修正 把它调准 才能做到准确入轨 所以还要进行默速修正 对 刚才已经默速修正完成了 我们可以听到前方传来的这个现场的声音 默速修正已经完成 非常迅速 对 就是等待我们的器件分离了 那就是我们那个大发动机工作的就比较准了 对 现在这个摄像头看到的画面 就是咱们的长浪六号探测器 我们一起来期待器件分离的这个精彩画面 器件分离 它还有一个姿态调整吧 对 目前已经完成了 就等待器件分离很快就会进行 我们一起来期待那一刻 应该是在几十秒钟之内就会开始 对 从火箭上的摄像头 可以能够捕捉到我们长浪六号的全貌 待会分离完之后 我们从火箭的视角来看一看 咱们的探测器庐山真面目 好 我们现在看到左侧还是二级发动机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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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光现场 我们现在开始读到 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一个圆形的轨道器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长浪六号的身影了 对 圆形的轨道器是跟火箭连接的部位 接下来长浪六号就要独自奔赴月亮了 对 我们也祝它好运 火箭的使命到这里基本上就是完成了我们的任务 把探测器送到了比较准的一个位置 还有它的速度达到了要求 那么火箭下一个动作就是会执行钝化的操作 因为我们火箭的二级不能在这个轨道上去进行 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那么火箭自己会把它的一些高压能源进行分离 我们目送着长浪六号慢慢地远去 引入了太空的幽深当中 也祝愿它能够圆满地完成任务 我想裴总肯定是对他充满了期待 应该等一会地面的测空障 就要跟长浪六号探测器进行联系了 接下来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 就是长浪六号太阳翻板的展开 必须要等到太阳翻板展开之后 才能够宣布成功 对 从火箭的角度它已经完成了使命 但是我们想一荣俱荣 要探测器也成功了 我们才一起来庆祝这样的成功 所以现在我们的研制队伍就约定了 以探测器展开太阳翼 具备自己功能的能力 作为发射任务成功的标志 文昌器件分离点参数 探测器出轨根数已发出 刚才他说探测器入轨的参数 通过地面的测量已经给出来了 我们觉得从这个飞行过程来看 应该是入轨很准的 现在长浪六号探测器正在向着月球飞行 我们还要来一起期待太阳翻版展开的时刻 而且太阳翻版是由两组太阳翻版要展开 对 一组是轨道器上面的 还有一组是着陆器上面的 因为轨道器和着陆器存在着 两两组合飞行的模式 也就是轨道器和返回器作为一组 着陆器和上升器作为一组 因为在地月转移过程中 我们希望两组的能源都是正常的 而且两组的能源能够共同来保障 飞行过程中的能源需要 我们现在看到飞行是已经来到了2400秒 下一个重要动作就是长浪六号的太阳翻版展开 那这次的目的地是月球背面的南极艾特肯盆地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嫦娥六号计划降落在月球背面的南极艾特肯盆地东北侧 这是太阳系已知最古老的撞击盆地 月球背面就是月球背对地球的那一面 由于月球公转和自转时间同步 这就导致月球的一个面永远无法面向地球 全球进行过十岁的一个太阳返回吧 全部任务都是在月球的正面 月球背面可能存在一个更古老的一个月壤 我们在月球背面不论采回什么样的月壤 科学价值都是比较高的 落月的位置不仅要有科学价值 科研人员还要全面考虑工程实施难度 航天器在太空工作的动力都来自自身太阳一翻版 嫦娥六号也不例外 降落月背地点就要充分考虑光照等各个方面 确保任务的可实施性 咱们航天器载轨主要是用光照来产生的电脑 主要是它的纬度来决定的 这次选择了一个中纬度的一个地区 相对舒服的一样 我们选择那个南极埃德克盆地 无论是从光照 能源 通信等各个角度 我们从工程上都是可以实现的 好 我们现在看到 是嫦娥六号探测器的动画演示 此时此刻嫦娥六号探测器 正在向着月球飞行 从现在的状态来看 嫦娥六号的太阳翻版暂时还没有展开 我们还要继续等待两组太阳翻版的展开 嫦娥六号探测器是嫦娥五号的备份 但是现在这一次任务 它已经转正 而且要执行月被采样返回的这样的一次艰巨的任务 它瞄准的是月球背面的南极埃德肯盆地 请教一下裴总 我们知道长和四号也是落在了南极的埃德肯盆地 然后这一次长和六号 也是从大的范围来讲的话 也是南极埃德肯盆地 但是其实位置还是不一样的 找到那个阿波罗盆地的那个 现在从长和六号的落区来看 它的着陆的难度是不是要比长和四号更高 我个人认为长和六号着陆 月球背面南极地区和长和四号着陆 月球背面南极地区 从着陆的难度来看是相当的 之所以选择不同的着陆地点 主要还是为了获得更有价值的科学内容 不同的样品 应该是就有不同的研究价值 毕竟在长和四号的着陆区域 我们通过科学仪器有了一些探测数据 也就是说对那个区域有了一定的科学认知了 而对于现在长和六号的这个落点 我们更缺乏这个科学探测的数据 也缺乏这个更没有样品 所以说放在一个新的着陆点 就具有更高的科学价值 长和六号上面有很多精密的仪器 我们怎么能够来保证它能够安全地 稳稳地着陆呢 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区域 长和六号呢 应该说是配了七台这个着陆月面的科学仪器 有一台是降落相机 是在着陆过程中观察月面用的 有一台叫全景相机 是用来观察表取的月面的情况的 还有一台是红外光谱仪 是用来测量表取样品的物质成分的 还有一台叫月染结构探测仪 是用来测量赚取样品下面的地质结构的 另外呢通过国际合作 还配置了三台科学载盒 一台是法国的东气测量仪 一台是欧空局的叫负离子探测仪 还有一台呢是意大利的叫机关反射镜 这一台呢它本身 机关反射镜本身不是探测用的 它是将来被探用的 它在那地方作为一个月面的位置的 一个标志点 那么通过这些科学仪器 我们对于着陆区域的物质成分 环境情况呀 就可以有更多的数据来支撑我们认识它 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看几张月球的图片 这是3月29号进入到环月使命轨道 正在开展系列通导技术验证的 天图2号最新拍摄传回的月球背面的照片 我们从大屏幕里再来放大了看一看 画面当中比较大的天体是月球的背影 而背景当中比较小的那个天体就是地球 因为月球朝向地球的总是同一面 那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看到月球的背面 所以月球的背面显得有一些神秘 这张照片还是非常难得的 这次的摄影师天都2号和他的兄弟天都1号 是3月20号跟着雀桥2号移道搭乘 长征8号摇三运载火箭升空的 天都1号和天都2号是升空探测实验室的首发星 将为月球通导技术提供先期的验证 而雀桥2号则是为探月工程四期 以及后续国内外的月球探测任务 提供中继通信的服务 目前他已经做好了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嫦娥6号 对于雀桥2号我看有一个说法是 它是我们长河四期探月四期任务的一个总开关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那个随着我们对月球探测的深入 我们探测的地点从过去的正面 东地纬入地区已经向背面或者极渠去开展了 无限风光再显风 对于极渠和背面来说 如果没有中极通讯 在地面是很难保证跟探测器进行直接通讯的 必须要有一个中极星来完成地球跟探测器之间的通讯联系 所以说这个雀桥2号成功发射之后 我们在实施嫦娥6号以及极渠探测的嫦娥7号和嫦娥8号才有了前提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嫦娥揽月 嫦娥6号发射任务特别报道 刚才呢 嫦娥6号已经和嫦娥8火箭进行了舰测的分离 现在我们正在等待的是嫦娥6号太阳翻版的展开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嫦娥6号的动画演示 从这个演示当中就可以看到嫦娥6号的四个器件的构成 现在太阳翻版暂时还没有展开 其实刚才聊到的咱们确确二号卫星是在三月份 由咱们的嫦娥8号火箭发射升空 那么嫦娥8号火箭也是属于我们 长征系列火箭家族里面的重要一员 长八火箭有一个外号叫快8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的研制快 履约快 长征8号是我们新一代运载火箭的一个衍生构型 刚才我们聊到长征5号的助推器是3米35直径 那么这个模块呢 我们把它用到了新一代中型火箭上 因为长五是大型火箭嘛 那么3米35直径我们构建出了中型火箭系列 其中长征8号就是由此而来的 长征8号已经完成了三发的飞行任务 那么第三次飞行就是在三月份的时候 把我们的确确二号卫星送入太空 那就是我们探约四期的这个总开关首发星 那长八和长五他们在探约工程当中 他们的功能作用有些什么样的不同 长征8号的话 因为它的定位是一款中型火箭 它的运载能力跟长征5号是有一个梯度的差异 我们整个火箭在研制的时候 有一个行谱规划 长征8号呢 来执行像雀桥2号这样的一些重量 相对来说比较轻的卫星 它的旅约周期更快 测发周期快 然后更加的经济 长征5号呢 是定位是执行像我们今天嫦娥6号 这样的8吨级以上的 这样一个比较重的载荷和探测器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梯度化的配置 去满足不同类型的载荷的这个需求 像这个我们探约任务已经从长征1号到现在 已经共执行了叫八次九次 九次发射 九次发射呢 共用了六款六型火箭 包括长征3号系列的长三甲 长三B长三C 还有长征4号的这个长四C长四D 还有这个长征8号 这个这是几个 像长征4号就更小了几百公斤 长征8号呢到1.5吨 长征3号呢可以到两点几吨到三点几吨 而长征5号才能够运送8吨以上的 探测器到地约转移轨道 所以它们力气不一样 对 此前确桥2号是以逆行轨道的方式 进入到预定轨道 那这一次长征6号采用的同样也是逆行轨道 这跟长征5号不一样 这个因为我们要去月球背面 或者叫南极南半球去进行月背采样 我们长征5号设计的时候 都是按照月球北半球中纬度来设计的 长征6号作为长征5号的备份 它的主要技术状态跟长征5号是一样的 比如说长征5号着陆之后 它的太阳翼要冲着南面 它的彩样 就是表曲彩样 要冲着赤道 它的转曲彩样要冲着北极 那么对于长征6号来说 它的这个表曲彩样也要冲着赤道 它的转曲彩样也要冲着南极 这样相当于要掉个头 所以为了让长征6号在月球南半球 实现彩样 它就需要掉个头 相对于月球自转来说 它就变成了一种逆行轨道 我们这一次我们看 不管是长征5号还是长征6号 从现在开始到它能够抵达月球轨道 差不多都要花上四五天的时间 那以后我们真是载人登月的话 这个时间是不是可以缩短 对 载人登月 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叫货慢转移轨道 它是一种最省能量的转移方式 如果说是为了节省路途的时间 我们可以让它起步的时候速度高一点 但是到达月球的时候 相应的刹车的量就要大一些 这会造成这个燃料的多消耗 对于无人探测来说 我们把节省能量作为一个重要的准则 省出来的能量推进剂 我们可以用它来从事更多的探测活动 配置更多的科学仪器 所以无人跟有人还是会有比较大的区别 对的 有人的话还是需要这个路上的时间 再缩短一些 短一些 现在我们也是在进行这个登月火箭的研发 对 现在咱们国家 我们可以看到 前方传回来 太阳翻板已经展开了 这个展开的是轨道器的两个太阳翻板 再过十几分钟 还要展开着陆器的两个太阳翻板 这两个太阳翻板是不在一个向线上 着陆器的翻板展开之后 就会跟这个轨道器的两个翻板 成十字交叉的这种样子 为什么要这么设计 这样的话太阳照过来就不会互相遮挡 我们现在可以清晰地看到长阳六号的四器的构型 着陆器 返回器 然后还有 在这个画面里头 上升器和轨道器 还只能看得见三个器 还有一个返回器是藏在里面 对 返回器是藏在轨道器的肚子里面 现在被这个叫支撑舱遮挡住了 就是在最靠近我们这一面的 那个是上升器 那个它往前一点的 那个大一点的方形的灰色的 是着陆器 着陆器下面和那个圆形的 圆柱体型的轨道器连接的部分 就黄绿色的部分 对 那个叫支撑舱 它是起到连接着陆器和轨道器的作用 当到达月球完成静越自动之后 着陆到月面的只是着陆器和上升器 那个时候着陆器上升器 就会跟那个支撑舱分离 分离之后 由着陆器携带上升器 着陆到月面去完成采样的工作 所以这个过程会经历多次分离 对 程序还比较复杂 所以说嫦娥五号在成功之后 这个有一个评价 叫嫦娥五号是迄今为止 我国组成最复杂 系统最复杂 过程最复杂的一个航天工程 那所有的这些分离动作 都是它自动完成 还是说我们会发指令 发指令 这些分离动作 现在我们是通过地面指令的方式来控制实施的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嫦娥揽月特别节目 我们一起来关注嫦娥六号发射任务 北京时间今天的17点27分 搭载嫦娥六号探测器的 长征五号摇巴运载火箭 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 此刻 长征六号与长征五号火箭已经分离 长征六号轨道器翻版已经展开 再过一会儿 长征六号的着陆器的翻版也将展开 特别节目我们将持续关注 接下来我们就一块来回顾一下 点火发射到器件分离的精彩时刻 三 二 一 点火 点火 没事 Making A3 演 提携 一 autor 五三 五六号 一早 五三 五六号 你 马尾巴运轻火箭 猴哥 第二阵分离 鞋盖关离 鞋盖分离 鞋盖分离 鞋盖留上 鞋盖关离 第二阵分离 鞋盖分离 2G,1G 2G,2G 3G,1G 2G,2G,2G 3G,2G,2G 4G,2G,2G 3G,2G,2G 2G,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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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G,2G,2G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共要经历11步 除了运载发射段之后还有地月转移段 近月制动段 还月飞行段 着陆下降段 月面工作段 月面上升段 交汇对接段 还月等待段 月地转移段 以及再入回收段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通过增强现实技术 带您来了解一下 嫦娥六号任务的全流程 在这里也要多说一句 您看到的是演播室里的虚拟动画演示 和实际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的 我们首先来看怎么奔月 长城五号运载火箭 将嫦娥六号探测器 顺利地送入到地月转移轨道 在轨道器和着陆器 太阳翻版分别展开之后 嫦娥六号就开始奔向 大约38万公里之外的月球 在飞行大约五天 途中进行一到三次的修正之后 嫦娥六号就来到了高度 大约200公里的静跃点附近 开始实施静跃制动 之后就进入到了 周期大约12小时的 大椭圆环跃轨道 随后探测器再经过 大约两次降轨 最终进入到高度 大约200公里的跃远轨道 开始环跃飞行 等待时机落跃 和嫦娥五号任务的 顺行轨道不一样 嫦娥六号探测器的轨道 这次调整为了逆行轨道 我们再来看怎么采样 在落月之前 嫦娥六号要进行第一次分离 四气缤纷两路 着陆器和上升器 组成的灼上组合体 也就是太空采阳队 将和太空运输队 也就是轨道器返回器组成的 轨返组合体进行分离 分离之后 灼上组合体经过两次降轨 进入到近跃点大约15公里 远跃点大约是200公里的 椭圆轨道 轨返组合体则是继续还跃飞行 等待后续上升器交汇对接 接下来 着上组合体进行着陆下降 这一次嫦娥六号任务的着陆点 设在了月球最古老 也是最大的撞击坑 南极爱特肯盆地的东北部 成功着陆之后 嫦娥六号将迎来自己 月面工作的主要任务 月被采样 由于月球背面中极通信的时长有限 这一次嫦娥六号探测器 采用月球背面自动采样返回技术 提高采样的自主性和工作效率 月面工作结束 太空采样队要返回了 那要怎么返回呢 这时嫦娥六号就要进行第二次分离 上升器与着陆器分离 着陆器就留在月球上 上升器呢 独自起飞 经过大约六分钟的飞行 来到了近跃点大约15公里 远跃点大约180公里的上升目标轨道 此后再经过轨道机动 进入到高度大约是210公里的环跃轨道 当上升器来到轨返组合体前方 大约50公里 上方大约10公里的时候 将和轨返组合体进行交汇对接 并转移采来的样品 这是本次任务唯一的一次交汇对接 在完成样品的转移之后 长逅六号将进行第三次分离 轨返组合体和上升器分离 之后 轨返组合体太空运输队 就在环跃轨道停留 等待月地转移的窗口 环跃等待大约14天左右 轨返组合体开始实施 月地转移路设机动 进入月地转移轨道 启程回家 此后经过大约五天 回返组合体就来到了距离地球 大约是5000公里高度 这个时候还要进行第四次分离 返回器和轨道器的分离 这也是长逅六号回家之前的 最后一次分离 之后 返回器就独自进入到 再入返回阶段 本次返回 仍将采用半弹道跳跃式 再入大气层 最终长逅六号返回 即将降落在着陆场 完成这场历时50多天的 地月往返之旅 请教一下裴总 我们刚才也是通过虚拟动画演示 给大家讲了一下 这个长逅六号整个任务的全流程 其实听上去还是有一些复杂 在这个当中 您觉得哪几步是特别关键的 应该说每一步都很关键 这个流程 大家听下来 你看哪一步都不能出问题 哪一步出问题 后面都无法实现这个采样返回 所以它是一个黄黄相扣 步步惊心的一个过程 对的确是步步惊心 哪些是哪几步是特别有挑战的 因为有一些步骤 其实我们以前已经做过了 对比如说这个背面采样 这背面采样 由于我们雀桥二号终极星 它采用的是绕月球飞行的 冻结轨道 它这个冻结轨道 周期是24个小时 它的近跃点在月球的北极 远跃点在月球的南极 这样的话 它看南极区域 或者看南半球区域的时间 就比较长 北半球时间就短 对于长河六号任务来说 它一天24小时 大概有18、9个小时 是可以通讯的 还有5、6个小时 是不能通讯的 我们这样的话 原来设定的月面采样 48个小时 实际上能够通讯的时间 也就38个小时左右 而且要分成两段 我们要在这两段里头 完成转曲采样 表曲采样 月面起飞准备 等一系列的动作 它给这个工作的紧凑性 就提高了更高要求 所以月被采样的难度 会大大超过在正面采样 对 而且我们对月被的了解 还是有限 是 月被的地质情况 我们更不清楚 那么从我们转也好 表曲 长曲也好 到底能不能转下去 能不能够长得动 都是需要时间来 才能知道的东西 但是反过来讲 月是有挑战 它的科研价值可能也就越高 对 越是我们未知的 才是越有科学研究价值的 我们这一次目标是要 两公斤的月染 两公斤的月染 是我们作为探测器设计的 一个指标 在探测器设计之初 就要给出这样的一个指标来 否则它不知道 要设计多大的一个容器 要设计这个容器 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的 各种重量的和体积 到底是多大 否则这探测器没法设计 还有一个采样的效率 在48小时内采两公斤 那就意味着赚取也好 残取也好 它的这个采样机构的设计 就要跟这个相适应 它就会影响到采样机构的重量 功率的需要 所以两公斤 这个采样量是一个 探测器设计的原始指标 当然我们在做这项 探测器研制的时候 这两公斤是能做得到的 我们做了各种各样的地面试验 是能做得到的 实际到了月球上 能不能够取得到 这就要看当时的一些情况了 它跟这个月球的地质地貌 有很大的关系 但这个两公斤 其实也是考虑了 方方面面的因素 然后来设计出来的一个目标值 对 今年是中国探测工程20年 20年来我们的探测 取得了很多的成就 从长尔一号拍回的第一张 120米分辨率全月球影像图 再到长尔二号 更加惊喜的 7米分辨率的全月图 从长尔三号携带 玉兔号月球车月面探索 到和长尔四号一同 落月背执行探索任务的 玉兔二号 上一发长尔五号任务 则采集到了来自月球背面的月壤 月球正面的月壤 现在长尔已经是到了六号 本次长尔六号最主要的任务 就是要实现月球背面的采样 那月球上到底有什么 需要我们反复的上去采土呢 上一次我们采的是月球正面 然后这一次我们要去采月球背面的土 为什么 我们探测月球是为了认识月球 和将来利用月球 那么从认识月球的角度 它对于我们认识宇宙是很有价值的 月球作为地球的唯一的天然卫星 我们研究清楚了月球的形成演化过程 对于我们来研究地球的形成演化过程 以及太阳系的形成演化过程 都有很好的作用 我们研究清楚了 月球上的物质组成 环境条件 对于我们将来去开发利用月球 是很有必要的支撑 那么从这个采样来说 或者说从探测来说 我们虽然进行了绕了回的探测 但对于我们要完全的了解 还是远远不够的 那这一次的采样 我们在采样的这个方式上 跟上一次在月球正面采样 会有些什么样的不同吗 刚才说到由于我们这个中继通讯 不能够全程地覆盖 那么我们的采样呢 虽然都是赚取和产取 但是它的这个自动化程度 得到了提高 我们这个叫新研了这个 智能化的数据判读 新研了这个程序化的指令执行 这样都是为了更有效率 更自主地去执行采样工作 就是它的自动化程度会更高 对 您刚刚说的是钻取和产取 可以跟大家再解释一下 产取是不是就是像我们平常理解的 像小铲子铲 然后钻取就是像钻头 往地下打动的那种 对对钻取就是往地下去 就是钻头去打动 这个呢我们设计了两米的深度 它通过这个钻取呢 我们就可以获得它地表以下浅层的地质结构 这个样品是保存了它的这个地层信息的 它跟表取的不一样 表取主要是风化信息 而钻取是表这个有地层信息的 那么表取呢 我们准确地说应该是表取 就是在月球表面进行取样 我们也设计了两种机构来取 一种是铲子去长取 还有一种呢 是那个叫张合式的那种抓取 在嫦娥5号的时候呢 我们只用到了一种就是长取 在嫦娥6号里头 我们看看啊 这个方式也更加多样了 它有没有机会来试一试两种长取方式 两种表取方式 就是我们方式多了以后 我们也能够拿到更加丰富的月球样本 对 因为那种叫一种是用铲子来取的 这个呢 它是对这个样品的大小无选择的 还有一种呢 就是用叫花瓣式的这种抓取 这种呢 它可以塞掉一些细的 留一点大的 哇呀哇呀哇 我看也有网友在问说 你看啊 长合4号也是落在了南极艾特肯盆地 那长合4号毕竟已经是传了很多图片回来 为什么我们不干脆就到 那个区域呢 为什么我们还是要选一个新的区域 来开展工作呢 长合6号 这就跟人总想去新的地方旅游一样 我们长合4号通过科学仪器 已经知道它有什么了 或者知道了一部分信息了 那么我们想去一个新的地方 那个地方对我们来说位置更多 更有吸引力 也就是说更有科学研究的价值 那现在长合4号是个什么状态呀 长合4号还在约备正常的工作 还在正常工作 从2018年到现在 对 都已经6年了 是的 还有更长的 长合3号还在月球 长合3号还在工作 对 长合3号是2013年吧 2013年 2013年12月走路月球的 至今已经有10年多了 10年多了 对 它现在是在月球上工作时间最长的探测器 对 您是长合3号是副总师 对 那时候是长合3号副总师 长合3号现在还能够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它的平台的这个就是平台的工作 像这个能源获得通讯都是正常的 都是正常的 我们现在每个月还对它进行正常的休眠和唤醒 然后长合4号也是 长合4号也是 长合4号的各设备都是正常的 所以我看探测工程4期当中 除了6 7 8 其实也包括长合4号 对 那它能够在4期当中能够发挥一些什么样的作用 是这样 我们那个在绕落回的时候吧 每一期都是安排了两次任务 一次叫主任务 一次叫备份任务 是基于月球探测的这个高风险 特别是我们一期二期 二期相对于一期是巨大跨越 这边三期相对二期也是巨大的跨越 看到着陆去太阳翻盘展开 大家已经开始鼓掌了 离宣布成功不远了 对 可以期待大红颈了 就是刚才裴总讲到的 这两个太阳翻盘有一个角度 是一个垂直的角度 转入器翻盘展开 就是两组翻盘的角度 现在这个探测器的能源就有保障了 就是刚才聊到我们那个 嫦娥三号四号 也是由我们长征系列火箭执行的这个发射任务 但是那会儿是长征三号已火箭执行的任务 大概在2013年和2018年两发任务 在西昌发的 对 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那么到长征五号的时候 我们就用了长征五号火箭来执行发射任务 好 我们现在看到长征六号探测器的 两组太阳翻盘都已经展开了 接下来我们就期待着宣布成功的那一刻 期待着大红屏的出现 对 一起来等待 文昌明白 轨道的参数应该之前已经都爆出来了 就是探测器在分离之后的状态 整个路轨的情况 现在长征六号探测器正在奔越的旅程上 才刚刚起了个头 接下来还要经过四天的时间 差不多四天的时间 北京文昌报告 下面请发射场区指挥部张作慎指挥长 宣布发射结果 各位领导 各位专家 同志们 根据长征五号运载火箭飞行数据 和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监视计算 长额六号探测器 已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太阳翻板展开 工况正常 现在我宣布 本次发射任务 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您的高兴 欧子 谢谢您的高兴 谢谢您的考量 谢谢您的高兴 谢谢您的高兴